这么抽 许愿人叫小丹 我丈夫叫王长亮 2月12号 他作为浙江省首批 原厄医疗队重症救护团队专家之一 赶往一线 这一个月里 他背负着使命 昼夜作战 我和两个儿子很是心疼 所以一起做了爸爸模样的剪贴画 帮他一层一层地 将防护扶托下 这是我的爸爸 你都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 我给你脱掉衣服看看 这是他的口罩 手术衣 手术衣 护 这就是我的爸爸 这是一个特别暖心的视频 这么可爱的孩子 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心愿 想在我们这个王牌对王牌里面实现呢 我们马上就来连线一下 小丹和可爱的孩子 小丹你好 哈喽 哈喽 大家好 我是王龙达 今天19岁 大家好 我是王爷 你什么7岁 你今天5岁吗 我不是6岁吗 想长大一点 大家好 我是小丹 我是这家省中院病理科的细胞学医生 那我也是这两个神兽的妈妈 我们平时就是看王牌跟王牌节目的 超级喜欢你们 谢谢 谢谢你们喜欢我们 你们怎么就想到做这个沾天画了呢 我们想爸爸了 对 我老公有空的时候 他会跟我们讲 他说 他平时工作的时候 会穿一些什么衣服 然后孩子们对爸爸发过来的照片 也是非常感兴趣的 然后孩子们都想到了 给爸爸这样一层一层地做一件衣服 然后让他可以穿上盔甲 可以让他正好地保护自己 打败病毒 打败怪兽 那您知道您先生要去一线抗疫的时候 您作为他的爱人 当时自己的心里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他是我的老公 然后又是两个孩子的爸爸 他是家里的顶娘住 我肯定是舍不他走的 但是祖国大家需要他 只有大家好了 小家才会好 所以我们全家都很支持他 我告诉儿子 爸爸是英雄 我爸爸是勇敢的战士 你们的爸爸是英雄 爸爸是英雄 问问两位小朋友 想爸爸吗 爸爸啥时候能给我扣耳朵 给你扣耳朵呀 平时都是爸爸给你掏耳朵是吧 妈妈扣得不好是吗 妈妈扣得疼 今天早上早上他还跟我讲 他说你给我扣扣耳朵 然后我就给他扣了一下 他说你不行 你没有爸爸手艺好 所以他就一打电话 就跟爸爸说 他说爸爸 我的耳朵还没有扣他 你给我扣一下吧 就这样的 有什么想对爸爸说的吗 两个可爱的小神兽 我们想你了 我们等你回来 等你回来 因为王长亮医生 他是在一线嘛 但其实爸爸一直在看你们 你们知道吗 爸爸在看我吗 他今天有来吗 不会的 因为王大夫今天刚好轮休 然后我们节目组联系了 特意一直让他在这个视频端前 看孩子多开心 来 王长亮大夫 你看王大夫 你好 在这儿 王长亮医生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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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子们 王大夫 刚才孩子想你了 你都听到了吗 我听到了 听到了 你看到孩子做的那个粘贴画的尸体了吧 应该 我看到了 刚开始第一次看到粘贴画的时候 把一层一层的衣服脱下来 我最怕的就是把最后的这个 我们也很怕 我们大家的担心是一样的 你知道吗 只是我们没有好意思 使我说 哎 别错了 这可以了 给我吓坏了 后面呢 想想就特别暖心 现在孩子发现他们懂事了 能用自己的心去表达对我的思念 对我的爱 其实我挺感动的 那天晚上 兴奋的好长时间都没睡 一直感觉好像眼泪在眼圈的 我想对孩子们说 爸爸不在家 你们两个就是家里的男子汉 家里面有什么事情 就要拜托你们了 帮你们两个天天好好学习 等以后长大了 不论学什么专业 但是一定要对做一个社会上有用的人 一定要注意身体 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一定一定的 有什么想对您太太说的吗 这次出远门这么长时间 可能家里上有老下有小的 让你担心了 你们全家都交给你了吗 你辛苦了啊 老婆 你更辛苦 你更辛苦 还好 还好 你更辛苦 你更辛苦 因为我们这个守护天使队 在之前那个环节赢了 然后抽取了心愿卡 小宝宝没有什么心愿 可以提出来啦 先生